还有我上次直播我就说了 咱家朋友们有一个点 有一个点是什么呢 有一个点就是 凡是有人一说刘亦宁是网红这件事 你们瞬间就破房了 咱家粉丝破房的点就是 说刘亦宁是网红这件事 瞬间破房 啥都不管不顾 就要给你讲明白 刘亦宁不是网红这件事 没必要 真的没必要 我觉得是什么呢 就是我是啥呀 我觉得在每个人心里都有个定位 每个人心里都已经定位 就像我妈 我在我妈眼里 我虽然是演员是歌手 但是是她儿子 对吧 比如说我在我拍戏同组人面前 虽然我们是同事 表面上说是同事也对 我说我是同组演员也对 但在他们心里 可能他们觉得我是帅哥 就是我在他们每个人 我在每个人心里的定位不一样 可能在某一些人心里的定位 我就是个网红 那没关系 那是他自己内心的东西 对吧 你们没必要跟他较真 但我觉得 你要接受不同的声音 所以千万以后 有人说这个 你们别当时就受不了了 就要替你宁哥打拨不平 就要替你宁哥证明 都要把我这三年 所有发的歌 给人列出来给人看 跟人讲讲 我都演了几个角色 没用 因为首先人不想了解这些东西 人想说啥就说啥 人想说这句话之前 没有说我非得了解完了之后再说 因为现在就是毛络发言都是非常廉价的嘛 所以没必要 无所谓了 网不网红这个东西吧 我在三年前上一档综艺节目 我就说过一句话 我说以后直播一定是一种趋势 所以我觉得我要感谢什么呢 就感谢直播 有很多人瞧不起直播 瞧不起这个东西 我觉得这是趋势 因为这是我和我粉丝 最直接的一个沟通方式 我在想什么 他们很明白 然后他们在想什么 我也能即刻知道 我会知道所有爱我的人 他爱我什么 他需要什么 我可以给他们什么 这是我要想的 我在三年前就说过这句话 我说一人直播一定是一种趋势 你看看现在 你们有些人可以回头翻翻那个时候 那三年前我上综艺的时候 上综艺的时候 那个说的那句话 我说直播一定是以后的一种趋势 不要瞧不起直播 你看看现在 你们心里那些所谓的 所谓的大明星 不都在直播吗 那你能说他 他可能是你 你父母那个年纪的经典人物 他你父母的偶像 你管他们叫网红吗 不可能 你爸打死你 你爸他给你耳朵打穿孔 所以朋友们还是这句话无所谓 人家说啥是啥 然后我们就好好努力 你们就是开开心心 那我没事给你们吃个 不过落会儿喝 嘻嘻哈哈过一晚 一会睡个好觉 明天该上学上学上班上班 这就是生活嘛 这就是日子 挺好的 咱们就是追星有点像过热的感觉了 已经 你关注一下摩登兄弟刘雨宁这个人吧 酷